My bad, my bad, my bad, my bad 刚才的片段中出现了my bad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坏,有点说不通啊 甚至都不太符合语法规范 实际上bad在此做名词相当于mistake, fault 所以my bad就是my mistake, my fault,我的错的意思 是不太正式的口语表达 这个my bad听上去不像I'm sorry那么一本正经 适用于造成的问题不大的情况 比如如果在餐厅里不小心撞到了服务员 就可以说Oops, my bad,哎呀,不好意思 又或者是很亲近的人之间的道歉 像是Hey, I'm talking to you, stop playing on the phone Oh, my bad,喂,我跟你说话呢,别玩手机了 哎呀,对不起 I forgot to call you last night, my bad 昨晚忘了给你打电话了,我的错 不过,虽然my bad是一种轻松的道歉方式 但在更正式或更严重的情况下 使用I'm sorry或I apologize会更适合些 希望对你有用 我是英语兔,关注我,学英语比兔子跑得还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